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毛蛋週年 黨媒扁毛包席意味深長 上海夫妻禁慾生活 躺平20年 4人及49瓶小屋 甘肅地震前 大群黑鳥盤旋 引發關注後被撤熱搜 騰訊關閉美國遊戲工作室怪獸團隊 青海獄術多名藏人因雕刻並展出馬尼石 遭警方拘捕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副頻道 今天是美國時間12月19日星期二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右方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毛蛋週年 黨媒扁毛包席意味深長 中共大型精緻洗腦紀錄片《昆蓬激浪》18日占領多家衛視黃金時間 講述毛澤東招魂馬克思圍獲中國41年的過程 同時 中共喉舌求是雜誌在2023年《最後一聲絕望的聲音》中 三呼毛澤東幽魂 並以鄧小平作為中介吹捧習近平 看中國專欄作者《金陶拍案》撰文說 文章扁毛包席意味深藏 打造習近平是中共的大救星呼之欲出 同時還影射出三中全會難產原因 12月26日是毛澤東130年名誕 中共的大規模紀念已經開始 從本質上看 大型影片與喉舌雜誌文章實為精神控制法 將少數民眾對毛的癡狂移注到當代自戀狂習近平身上 藏在習近平封宮偉記福建板塊中 做出罪阿餘貢獻的李舒磊 藉此登上中宣部部長大位後 絕不懶政 在紀念毛130週年名誕系列重大工程中絞盡腦汁 其宣揚的生死存亡旨在一瞬 在定位毛澤東前期中招數不變 推介宣傳剪輯短片中 黨文化的戲份更加具有深顛的魅惑力 要留意的是 該片在佔領排名超前的多家視頻平臺播放 卻少了央視的播出動向 顯示央視的洗腦惡名 已經導致其收視率下跌 難負使命 《求是》文章首次否認了定於一尊 稱社會主義並沒有定於一尊一成不變的模式 但卻更加明確了為一災民眾毛情節到習近平身上的文字炒作 顯見用意是引導人們在對上世紀50年代的氛圍追思 卻反襯著習近平新時代的深層危機 文章的主旨就是 三位一體的中共黨魁習近平 才是黨的核心 人民領袖 軍隊統帥 有習近平是黨和國家之性 人民之性 中華民族之性 你不認為是有幸 就是反習 反習就是反黨 上海夫妻近域生活 躺平20年 四人即49瓶小屋 博主Alex和妻子都是上海人 決定退休躺平20年前 他們做了財務統計 130萬存款 每個月理財能進賬4000塊錢 兩套房 一套49平方米的Loft自住 另一套出租 月收入1萬 也就是說 在夫妻倆完全不工作的情況下 每個月還有1萬4的進賬 在固定開支上 每月給阿姨發7000塊錢的工資 女兒的興趣班1000 加上一個老人 四口人 兩隻貓的家用和購物得6000 收支剛好平衡 公眾號 我是網耳朵發文說 找到我至今未能成為百萬富翁的原因了 事情是這樣的 刷到一個上海博主 她和丈夫今年30歲 自稱存款已經達到了400萬 於是發了一系列爆款視頻 說要教大家零門檻攢錢大法 畢業8年 兩人400萬 等於說兩人每年刨去開銷 還能存下50萬 我性重重點開 準備大學特學 結果博主給出的方法三個字 第一 欲望 博主總結 存款少是因為現在的人欲望太高 太愛買買買了 所以她洗面奶只買30塊一支的 一個包被六七年不換 總之要省錢 然後就可以輕輕鬆鬆存下400萬了 到底是怎麼攢出400萬來的 直到我發現了最重要的四個大字 房貸贊無 甘肅地震前 大群黑鳥盤旋 引發關注後被撤熱搜 12月18日深夜 甘肅臨下州基石山縣6.2級潛層地震 以至少116人喪生 12月19日 大陸社交平臺熱搜榜一度出現地震兩天前 網友拍到大群黑鳥盤旋話題 該話題引起關注後 又迅速被撤掉熱搜 多個社交平臺視頻顯示 地震前兩天 甘肅當地天空上一大群黑鳥或停在電線上 或在空中盤旋 成群結隊 此視頻引起網民關注 部分網民相信這是大自然的預警 抱歉 你不是姐的唯一9108說 自然現象的預警 星空下魅影說 每次地震前 都有明顯的動物異常行為 地震帶的人自己多觀察 別等馬後炮 龐紫穴AI說 有異變的時候 雖然不能完全說明什麼 但是至少要提高警惕 還有網民嘲諷專家 藍海一番說 動物比專家牛 酒流閃流屎說 之前不還辟謠呢麼 說烏鴉聚集與地震無關 騰訊關閉美國遊戲工作室怪獸團隊 一位知情人士向路透露 騰訊已關閉旗下一家 美國視頻遊戲工作室 該消息人士表示 這家總部位於深圳的公司 於6月終止了美國遊戲工作室怪獸團隊的業務 相關員工已被重新分配到騰訊旗下的另一款遊戲上 該工作室被視為其在西方市場競爭策略的關鍵部分 這標誌騰訊全球擴張面臨挑戰 怪獸團隊之前由遊戲設計師斯考特‧華納領導 是一款預算巨大的多人遊戲 華納曾擔任《最後一戰4》等熱門遊戲總監 因此在2020年受到騰訊重金禮聘 華納的領營賬號顯示 它4月便離開了怪獸團隊 知情人士透露 關閉美國遊戲工作室的決定是在6月做出的 近年來 該公司遊戲業務成為中共打壓的對象之一 2021年8月3日 中共官媒發文批網絡遊戲是精神鴉片 需要加強監管 該公司股票應聲下跌 人們普遍認為 這篇文章顯示出中共對教育 房地產 和科技行業的新業輪整肅 青海獄術多名藏人因雕刻並展出馬尼石 遭警方拘捕 綜合流亡藏人媒體《西藏時報》 和總部位於挪威奧斯路的《西藏之聲》報導 多位青海獄術藏族自治州藏人 上週因展出刻有馬尼紋的石板石塊而遭警方拘捕 據介紹 當地藏人在逢年過節時 都會雕刻並展出馬尼紋即六字真言的石板石塊 而今年 當地藏人從西藏各地募捐製作雕刻了大量馬尼石 消息人士透露 玉树警方在12月12日 前往當地馬尼石雕刻與展覽活動現場 不但下令停止活動 還拘捕了雕刻活動負責人尼瑪和洛嘎 刺塔 仁青等人 當局指控這些藏人利用宗教和氏族權利擾亂社會 利用民族事業謀取名譽 威脅和欺騙群眾 據介紹 被拘捕的藏人尼瑪與洛嘎是兄弟 在玉树經營一家絲綢和供奉品商店 刺塔則是當地製多縣藏人 仁青則是一名雕刻師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暗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 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